今天 新开的培训部迎来一位新怪物 雪橇 鲁大夫 可能有小伙伴们还不明白鲁道夫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我小小的科普一下 传说 每年圣诞节 圣诞老人都会坐着雪橇给小朋友发礼物 而鲁道夫就是专门为圣诞老人拉雪的迷路 只是现在还没有到季节啊 你来的是不是离得早了 等一下 刚才离远又得没看清 看见可跟我吓一跳啊 这哪是迅路啊 她的身体像是几个破步拼在一块儿的 而她脚底的车轮让我确信 雪橇鲁道夫是人知道出来的 不过这得多恨圣诞节才能知道出这种怪物啊 不过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怪物是我们管理不了的 先让双八尾去压迫一下她 但是工作的结果并不理想啊 看来只能使用洞察了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看她 从她为了工作忍一忍吧 工作结果也好上不少 让我们看一下她的工作偏好 只有洞察和沟通看到过去 哎 光都突破了 难道我触碰了什么雷区吗 呀 竟敢攻击公司员工 胆子还不小吧 竟敢去双八尾的房间 真是自学死路 给我打 哎 也就那么回事吧 不过连我好奇的是 真正的圣诞网人包装的礼物 那他们都包装 哎 怎么还会动啊 看来只能在管理图件中 寻找她的真面目了 你说啥呀 你别去 在孤儿的背景中提到啊 很多员工都尝试打开礼物 但到底失败告终 据说这个礼物只能在圣诞节那天打开 难道 那里面装的是 不上蛋老人 谢谢自己拱啊 不过明天将会研究一名 失恋的小男孩 嘿嘿嘿 你的情感大师一上线